哈喽大宝罗LB 第二届欧斯卡颁奖礼来了 年年岁岁偏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2021年了让我们看看 在这一年里有哪些神剧为我们贡献的笑声 而他们又在哪些领域有突出的贡献呢 第一个要颁发的依然是欧斯卡 罪偶视虑的效果 这个奖项虽然是先版 但其实含情量很重 只需要一两个镜头 就能让观众的表情为之纠结 难受 产生心理的不适 这不是普通的烂片能够做到的 他们真正做到了 从观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解决了不少观众 这个房屋面积小啊 用脚挖楼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了 入围的有哪些 程序员那么可爱 他女扮男装 护入公司 遇到HR检查身份证 靠着美色金人成功拿起来的小姐姐 随后多次以男人的身份 与男主及时的互动 以至于让男主对他产生了感情 怀疑自己是gay 那一次次的回眸 一次次的亲密接触 灼烧着我们的胃叶 刺痛了我们的双眼 星辰大海 男主又随管的私女主 企图唤醒俩人吸着的爱情 这样的感情 不能不让人动容 借用观众 在视频下面的一句留言 说谁要拿水这么吃我 我下辈子还会恨他 好嘛 多大的恨 连梦婆汤都无法让他忘怀 轮回转世 刚生下来 学会第一句 不是叫爸爸妈妈 而是教我那小子在哪呢 断玉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江湖人便都看着他笑 有的叫道 断玉你酷得又湿了一片 他不回答 对柜里说 温两碗狗喜 要一碟韭菜纸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养道 你一定又偷看人家王姑娘了 断玉睁大眼睛说 你怎么这样凭空无人清白 什么清白 我前天欺眼见到你买了尿不湿 你肾虚 断玉便脏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条条站出 正便道 尿裤不能算肾 肾虚 前例线的事能算虚吗 接着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小伙碎凉炕 全靠火力旺 健身不练腿 迟早要养尾 惹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第三位 君九龄 那么我直接宣布 获奖的就是君九龄 咱也不用提名 提名只是个过程 结果并不重要 因为这一年来 我感觉君九龄 金汉从天而降画面 真的是比我今年看到的 苍蝇频率都高 铺天盖地 我觉得金汉可能也在后悔 他奶奶的 当初怎么就鬼上身 用这个知识飘下来 这鬼上身 他就没下来过 他无嘴哭 那个画面已经是我现在 最喜欢用的表情版了 你很难在一个表情里 看到这么多层次的内容 三分凉薄 三分绩效 四分痛苦 十分油腻 那下一个要办法 就是欧斯卡 罪偶原创剧本讲 原创剧本 你们要知道不容易 那么原创的剧本里边 他能烂出心意 烂出格调的更不多 获得提名的有 玉楼春 编剧 雨震 戎梗 红楼梦 号称清喜剧 能够看得出 编剧努力地想让台诚和剧情 看起来有喜剧的元素 殊不知 还不如他之前在网上 说的那些磕豆呢 这个剧能拍出来 它就是一个挺着笑的事 下一步 风起霓裳 虽然本剧有原著 但是编剧呢 取其糟糠 去其精华 原创了一个新剧本 一个字衣技术 在本剧里被展示的 比核武器都夸张 操脱了宫斗戏的范畴 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类型 真斗戏 针线活斗争剧啊 天下第一针 我是不知道 但是看完本剧 你可能会得天下第一针眼 仅通过头两集的改编 就直接让书粉崩溃了 直呼编剧脑门子被夹了 那确实 可能现在还夹的呢 一直没拿下来过 来种他亲自扶门 夹中支夹 我告诉 最后提名的还有 你微笑时很美 感谢编剧 用一己之力 打破了观众 对电竞行业的憧憬 让观众以为 原来当世界的顶尖选手 可以睡到自然醒 每天谈恋爱 打打屁 也让我们知道 原来编剧也不是那么难 熔熔梗 拼拼烂断的 换个皮就能找人 投资拍电视剧 哇 你写的小说 都拍成电视剧了 好厉害啊 哇 下面还有举报电话呢 能逼得电竞粉丝 到处宣传举报电话 投诉这个剧 说给杭州 2022年亚运会抹黑 传播负能量 抹黑电子竞技 编剧真的是 开创了一种鲜河 能让LOL的粉丝们 抛弃成剑 团结一致的喷它 属实不易了 那下面我宣布 获得2021年欧斯卡 醉偶原创剧本的就是 你微笑时很美 恭喜恭喜啊 希望编剧 能在自己的领域 继续发烂发臭 下面要颁奖的 就是真正的重量级 欧斯卡醉偶男主角奖 请看提名 爱上各种兵 黄景瑜 想整一个国产版的 太阳的后裔 没想到整成了个 太阳的后马 我对黄景瑜的印象不深 上一个有印象的说品 还是红海行动 讲道理红海行动里边挺帅的 怎么这剧里搞成这德行的呢 宝 答应我下次不要这样了 好吗 我怕 下一步 盗墓比一只云顶天宫白树 把无邪演得像尹君子一样 还是把段玉演得像傻子一样 好一点呢 两全相害取其情 还是选云顶天宫吧 对吧 这部剧的拉话是全方位的 因为男主角之前 已经把锅都甩好了 我觉得他少说了张启玲 一个大跳能摔个大屁股腿 除了他入目三分的演技 最让人跳戏的是他那独特的儿话音 小哥 大爷 来玩 最后一部啊 提名的是 从万千猛男里边脱颜而出的 玉龙 王鹤丽 有的人就是有这种气质 当他艺术上 我们就知道其他人都熟了 这是一个能把真人演出 AI坏脸的演技 这是一个能把表演的质感 逼近成光游戏的演技 这是一个能把60人的画面 演成PPT2D画面的演技 有粉丝说 他还真不如找一个木头来演男主 起码能一镜到底 这哥们有时候演着演着 他还带点微表情 让人很出戏 木头还滴落着油腻 以为自己是凝结的琥珀 是吧这样 错 兄弟 这话你说错了 那不是琥珀 那是米辣 好了 荣获2021年 欧斯卡最有男演员讲的就是 玉龙 王鹤丽 恭喜他 时代在进步 演技在退步 让我们期待一下 他的这个演技 最后能退化成什么样 能不能退化到史前文明 对这个科学也做得贡献 搬完男主 那肯定要搬女主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的 入围2021年 欧斯卡最有女演员的 就是 祝旭丹 2021年 他凭借两部御龙 程序员那么可爱 两部顶流的烂剧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他用自己真实的演技 打翻了每一个屏幕前 观众的盒饭 牛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他演的叫戏 观众喊的是草 如果要比数量 那么下面这位入选的选手 那就更是重量级 鼓励那肢 2021年 他凭借风暴舞 十二弹 风起霓裳 三部顶流的烂片 真正做到了烂片自由 当一个演员 能够做到烂片自由 达到这个标准 是非常不容易的 至少在他的一生中 要积累很多的经验 才能有这样的福气 只有烂片自由了 他才能去追寻 自己想要的生活 马斯洛精神需求金斯塔 说得好 由物质进化 到精神的需求满足 是幸福由低到高的对应 而纳达直接跳跃了物质的追求 直面灵魂 他要拍烂片 专拍烂片 拍好烂片 这三个目标 他做到了 如果说以上二位是靠数量 那么最后提名的这位 就是靠质量 角落云间月 张子曦 2.6分的战绩 足以傲视群雄 我无法想象 当年的真集 怎么拉跨到这个地步了 当时上热搜的时候 水军还这么说 好看还挺下饭的 兄弟我冒昧的问一句 你吃的是什么饭 看这个剧都能下饭呢 啊 喝着西北风 也灌不下去 这口老黄汤啊 这戏里的人 有一个帅一个 到哭戏的时候 都是让人干嚎啊 来你哭 我的小妹会如此的决绝 就这样撒手人寰了 不行不行 换一个 你哭 哎算了 让我们女主哭 都怪我 怪我亲爱唱慕 做父忠誠 怪我被利用被抛弃 我活该落到这样的下场 哎呀 还是我哭吧 那咱们也别废话了 直接揭晓吧 啊 获得欧斯卡年度 最偶年远的就是 冲哈 那咋 没错 哎 最后这个评审团 一致的认为 他烂据的综合指数最高 每一步都烂出了新高度 不忍心不给他讲啊 那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讲项也到了 年度最偶影片 我们看一下 入围的有哪些 上杨妇 大宋公司 长歌行 风霸舞 立歌行 一不小心见到爱 燕归西窗月 千古绝尘 十二谈 你好 火焰蓝 我和我们在一起 新天龙八部 程序员那么可爱 你微笑时很美 君九龄 世界微尘里 玉楼春 心跳原计划 而你刚好发光 国子间来了个女弟子 星辰大海 我亲爱的小洁癖 玉龙 盗墓笔记 云顶天空 正青春 白玉丝无瑕 若你安好 便是晴天 虽然我还能继续说下去 但是后期表示 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多 就到此为止 我也没办法一一点评 那么咱们直接颁奖 从上镜率 吐槽率 观众打分 网友打分 各个委度 我们综合考虑一下 获得年度 欧斯卡最欧影片的就是 道路不移近 云顶天空 凭借2.5分 和超低的口碑 三万粉丝的口诛笔伐 云顶天空 终于登上了 属于他的王费 让我们送给他 最由衷的掌声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明年 2022年 有什么样的神篇 能够打破这一项奇迹 好了 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